这一副也是一个黄鲤 只不过让它站在一个竹子的枝头就可以了 竹子在刻画的时候 注意它这个小分枝的一个出枝位置 千万不要在竹节外侧生枝 这样的话就叫节外生枝了 把叶片给它添加上 注意浓淡虚实的一个变化 点上一个露珠 竹子就刻画完成了 再从它的一个上方加上一只小的黄鲤 黄鲤鸟在刻画的时候 这个动态一定要注意让它站在这个枝头上方 刻画上它的小脚丫就完成了